我们台湾大学教育的缺点之一呢 就是课堂上学的知识 没有办法跟社会的现实来配合 导致了毕业级失业 而现在呢是有科技大学 打算把理论跟实物结合 然后首创呢 这个大学里面有专业黑手课程的车辆系 和冷冻空调系 学生在白天的时候 就在这个汽车工厂实习 晚上的时候回到学校上理论课 毕业之后就等于是有两年的工作经验 然后再考上一张甲级证照 这月入四万台币不是问题 修车师傅换零件测试引擎 忙得不可开交 当黑手可是越来越夯 看准市场需求大 有科技大学打算 成立车辆系和冷冻空调系 专门招收学生来当黑手 很辛苦啊 为什么 你看到什么 因为劳力 就是靠体力赚钱 会考虑吧 因为 总部人全部都去挤 那些高科技产业 学生反应两级 一旦提出这些细所 课程繁重 像是车辆细所 一进去白天 现在汽车工厂实习 培育专业的技术 晚上还要回到学校上理论课 毕业后等于 拥有两年半的工作经验 加上甲级证照 预估月入四万起票 家家户户都有的冷气 装修也需要专业的人力 冷冻空调系的学生 大一吃住都要在职讯中心 接受1900个小时的训练 指导考上以及证照 大二后 白天再到冷冻工厂工作 晚上休课 再考甲级的证照 预估月入五万起跳 知道怎么维修 他也知道 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维修 他的学理是什么 所以这样的话 对他们将来的发展 是非常好的 为了发展多元 大学成立专业的黑手系索 搭配实作 让黑手摆脱高职的学历 也替人力缺乏的专业市场 搞出新火路 中心新闻无敌龟 张一华台北报道